看下CPQC该怎么运行 就是我们要做了Fage 6 同样的我们也应该去看一看文档 有什么代码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给大家读文档了 如果你们载入这个阿包 如果没有这个阿包 你们就安装一下 安装阿包的代码的话 每次我都要去搜索一下 就是你通常要切换一下镜像 切换镜像之后 再用BioCore Melegy Install 我们想要安装的这个阿包 这个阿包通常会有一些说明文档 它需要一个Sample CSV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该怎么样做这个文件 你们看一下这个软件 它要求的依赖包有点偏多 它依赖这个Lode R1 这个就是出自动化报表的 昨天我们教给大家的阿马可蛋 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它可以自动化出报表给你老板交差 这个Lode R1是另外一种 也可以出 然后它自己还把这些 产见的参考 模式生物的这个注释文件 都给下载了一遍 chip QC我们先简单讲一下 它是为了计算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open一个new session 计算什么东西 然后把我们的bam文件载入进去 chipsick里面呢 我们还是随机载入两个bam看一下 好 我们是能看到这个地方是有pix是吧 但是它不仅仅是pix所在区域的地方 是有覆盖深度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然是有race是吧 然后它在其他地方它也是有race的能看到吗 但这个地方就没有被算为pix了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 我们的这个pix所在区域的race数量到底多还是不多 能明白吗 就是它的整体的race 比如说有刚才我们看fastqc能看出 它有三百多三个百万或者三四个百万 就是几千万条race是吧 但这个race在这个pix区域内的可能就没那么多 可能是3%10%20%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对不同的对不同的数据来说 它的不同的它的范围不一样 如果你对的是特业型很好的ip来说 它的这个指标可以达到百分之六七十 如果你是对那些主蛋白修饰 它可能也有不同的那个值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检验一下这么多个文件 我们这篇文章不是有接近十三十四个十六个测序吗 这十六个他们之间的这一个指标怎么样 这个qc就是来去做这个质量控制的 好终于安装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因为花了半个多小时去读这个包的文档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怎么用的 我们怎么知道它怎么用的呢 我们先去看看它的标准文档 它需要一个csv文件 这是它的自带的数据 有明白吗 就是这一个file.pass 每个人的运行这个代码都不一样 我们因为是我因为是苹果电脑 所以我在它的这个路径是吧 如果你是windows电脑通常在你的home document往下面 然后三点几就往下面走就好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这个sample要读进来 这个sample非常重要 因为它整个qc就是基于这个来的 就是它只需要运行一句话 就是这一个chipqc就好了 能看到吗 它只需要运行这一句话 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班阻文档是不是这个包更新呢 我们看一下 把它班阻文档运行一下 它运行自己的班阻文档也会报错 你们看到没有 为什么它会有一个报告出来 是因为它自己把这个报告也存成了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它的data这一个 data这个数据集的所产生的这一个结果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该怎么样把它调试成 适用于自己的数据 Transcribed Factor Condition Treatment Replicate Pix 它需要6列 它需要6列 这个问题应该在于它这个班阻文档里面的Pix和这个chipsick的这一个结果 都不在它单前文件夹下 所以它这个chipqc是读不到它的 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找到它路径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找一找看看 iOS一下 当然如果你是windows电脑的话 这个时候可能这个代码就不那么好用了 csv.ht 可能在data下面 在pix下面 在raise下面 这个r包里面自带的数据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不存在于这三个这些文件 它是不可能去运行成功的 就是它读了一个sample表是吧 它告诉你做这个转动音质的时候 它重复了第一次第二次 然后它的bub文件在这里 这个bub文件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就取了22号碗身体的一部分来做演示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 它根本就没有把这个bub文件和这个pix文件给到我们 它没有给到我们 这个程序运行就是不可能成功的 以前我记得这个包 它在它的那个包所在的这个文件夹下面 它是会附带这一个数据的 会附带这些文件 因为它现在没有带 所以我们这个代码是运行不成功的 但是我们如果要把它运用到自己的数据 就需要修改它的这个 就做出这样的一个sample csv.ht就好了 它需要的就是6列 是哪6列呢 第一列就是样本名 是吧 第二列就是tissue 第三列是factor 然后是replicate 是吧 那我们就来找一找我们这些东西在哪里 就是我这里面写的这一些 首先我们要找到我们的bub文件在哪里 我们的bub文件肯定在我们的 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bub文件在 在我们的在我的主目录下面有个fly看到没有 当然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就要搞清楚你的bub文件在哪里 可以在我应该是在chipsick里面 是吧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align 然后我这个时候我bub文件呢 我只想去看刚才我们的ytype里面 是吧 ytype的那些bub文件 然后的话我们还只想看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不要做那么多分析 我们只做刚才的这16个 就是我们前面这一个步骤 对这 对这16个样本去做分析 我们现在就找它就好了 它在align里面 我们只找它的ro-bomb吧 ytype的ro-bomb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 没找到是吧 这怎么回事呢 这是pass 然后pattern应该是这里 这个是pattern 再来一下 还没找到吗 ytype ro-bomb 点多了 ytype 是不支持这么多新号键吗 我们来试一下看看 它是不支持这么多新号键是吧 这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有40个文件肯定太多了 但是我只要wt 是吧 我只要ytype pattern为什么会不支持呢 我们来看一看是怎么回事 正则表达式里面写的是 recruiser iglocase no value 这里面的参数不太多 它其实应该是支持 这种两个新号键吧 不支持吗 新号键点 那它能够接受两个pattern的参数吗 应该也不能吧 我们来试一下看看 因为这个代码也不是很熟悉 好像不太能够这样是吧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确实 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去修改参数 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你可以把grip跟它结合起来 它这里不是得到了一个 得到一个barm文件是吧 这个barm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变量 那你就把它给 重新再 过滤一道是吧 比如说你可以grip一下 这里面还有ytype的东西 然后才是你想要的16个是吧 所以说道路是非常多的 不要把你的思维局限了 不要只做一 不要只想着 就千万不要想着在上面搞半个小时 因为这个正者表达 是我也背不下来 正者表达是 人家也是一本大概2000多页后的书 因为这就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人 在那里想了一大堆的骚扰的东西 明白没有 不要去想着 他为什么要这么想 他这么想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的关系是把你的事情搞完了 赶快去喝咖啡 该玩去玩 是吧 那你这样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而已 所以你就把它给过滤就好了 同样的下面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还要read它的pix 我们看一下pix在哪里 在pixsingle里面是吧 同样的话也是以NairoPix结尾的 就是以这个pix结尾就好了 那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路径修改好 这个路径我强调过非常多次了 我再说一遍 一定要用table键去选它 明白没有 不要手打一大堆的东西 如果你们都能手打堆就不用听课了 找到pixsingle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找pix 但是如果找pix 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会找到40个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ix是不是有80个 这么多了 NairoPix 它首先有个row 有一个remove duplicate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更麻烦了 我们就选这个remove duplicate后的pix吧 我们刚才的barm文件选的是什么 barm文件选的是row 所以我们的pix就应该选row 就是去不去除pix要重复了 我们在这里就把pix修改一下 这样的话这个pix就是40个 同样的道理我们对pix也要进行一定的过滤 是吧 也是做同样的过滤 我们只想去看 有ytype的这些pix 然后我们的sampleid sampleid的话 sampleid应该就是我们的 对这个地方取下的这个东西是吧 是吧 这个该怎么取呢 而sampleid还需要加上这个1234吗 我们看一看 sampleid它加了1234是吧 所以我们要取到这里来 我们首先可以去base name是吧 是吧 sampleid 然后我们不想要这个 点rowbarm就好了 是吧 这个该怎么不要呢 可以用sub是吧 sub把什么替换成什么 对什么来说 对我们的这个来说 是吧 把什么替换成什么呢 把row.barm给替换掉 就这样就好了 是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sample name sampleid 现在我们就构建这样的一个矩阵 replicate的话其实是有的 我们这里可以把replicate把它打开 就是它其实是有replicate的 replicate的话就得于 replicate应该得于这一个数是吧 这个数就是 以杠号键分割的最后一个是吧 然后它的tissue其实也是有的 tissuefactor factor是有的 tissue也是有的 当然因为这两个本身就不重要 我们这里tissue就都是ytype吧 factor也是可以把它放到这里来的 我们也把它打开 就是它有一些参数是不重要的 所以可以不填 不过现在既然我们有就放到这里来 我们的factor就是第一个 是吧 所以我们对这个basename取一下 stream split 是吧 对它按照空格键分割 然后给它下滑线分割 然后给它一个simplify 然后取它的第一列就是它的factor 它不同的ip 然后取它的第三列就是它的replicate 所以我们在这里factor要等于factor replicate要等于replicate 好 现在我们就构建好了一个sample表 这个sample表就是对的了 然后我们annotation 我们应该是dm6是吧 dm6的话就会有个问题 它实际上 它有可能没有存储这个dm6 因为我们刚才看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看一下它用的是什么 它在这里写了用的是 它的这个pix是pix等于pix pix是什么 pix是文件 这里还有个参数吗 这个叫pixcaller moven就是max 所以可以不用 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 这一个有没有问题 它只有dm3 如果它没有安装dm6的话 是不太行的 但是这个报错 我们现在不能猜出 它是dm6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要想一想 自己修改了哪些东西 首先我们修改了replicate 是吧 那我们就把它调回去 就不要给replicate了 这是第一个修改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 如果是版本 版本有问题 它通常不会报错 它只是你出来的结果是错的 明白没有 就这是两种错误 一种是你 你面上看得到的错误 就是你以为你做的是对的 实际上是错的 一种是连程序都知道 你做的是错的 好 那我们现在排除了 不是这个replicate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 到底是什么问题 sample里面有 给为1它也报错 Sample ID Tissue Factor Replicate Bum Pix 我们看一下Bum文件 应该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是用的 Ls命令需要在这里打 它是存在的 然后我们看一看 这个报错 仔细理解 这个的话 凭我的经验推测 应该是 我们使用这个参考基因组的时候 给它的暗色体给的太多了 就是 它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暗色体的 我昨天给大家检测过 在Pix进注视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们暗色体非常多 我们可以再注视一波 我们前面是 Fag05 我们再加个Fag07 我们给它一个 Pix 我们是按摩它的DM6 DM6这个版本的参考基因组 如果我们注视的话 就需要自己的Pix 我们就把刚才 我们做ChipQC的Pix 拿过来试一下 ChipQC的Pix 在PixSingle里面 我们随便找两个Pix试一下 好 就这两个Pix吧 我们拿到这里来进行注视 那我们就把同样的代码 复制过来就好了 好 我们在这里试一下 注视的时候就能够发现 它到底有多少条暗色体 我们这里读取的时候就要读自己的Pix文件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因为这个是自己做的Pix 我自己选用的是DM6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把这个代码打开 重新下载一个参考基因组 注视文件叫DM6是吧 这个可能也是七八兆左右 好 现在这个代码可以关闭了 我们已经下载完了 然后把这个全部复制给DM6 再重新进行注视 好 这个时候 重来一次 如果我们CQ Level一下可以看到 它有426条暗色体 是吧 这个其实是非常的不应该的 我们的暗色体 前面已经说过 它只有 但下面这些东西都不算 明白没有 就是说它正常的暗色体 只有这么几条 你有两种策略 第一种策略是在比对的时候 就把你参考基础修改一下 但大多数人不赞成这种策略 因为它的其他地方的那些训练 它可以帮你吸收一点RAID 就是它们可能是同源的 假如它比到这里 它就不会是那样 但是这种本身就是二代测序的缺陷 所以的话 你在这种地方纠结害久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暗色体太多了 所以的话 包括这些暗色 你们看 是我们下的参考基础主有问题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东西 我们现在来检测一下 是不是参考基础主有问题 我们的参考基础主在 refer里面 如果我们要检测的话 可以JCAT 但是因为我现在是麦克电脑 所以我JCAT是没有效的 所以我只能先把它给解压开来 就这一个 解压开来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文件是139张 我们grip一下 这个大约号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 它有很多这种scaffold的看到没有 对于这种东西来说的话 我们在做 chip QC的时候 它可能就不识别 我们现在来想一想看 没什么办法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代码也不管用了 我们这里是grip-v 这个hit 是吧 就是在这个注释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这时候就应该是用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保留哪些CHR的时候 如果你用这个代码的话 你画出来仍然会很丑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对这个CQR里面去 对它进行一个判断 怎么判断呢 就是它是否在 是否在我们想要的显摄体里面 我们想要哪些显摄体呢 你就把它放到这里来就好了 明白没有 一般来说我们想要的是CH2的LR 我们就在自己的这个地方 在IGV里面找到我们想要的这几号显摄体就可以了 234加M加XY 明白没有 就把这几号显摄体放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做注释 就是用它来注释 好我们现在继续检查一下 chip QC 可以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它给救回来 就是我们不应该有这么多Quantig 我们现在有个 如果要真的要去找办法 我们得从BUM文件来入手 但是这个就会很复杂 你要把你的BUM文件重新修改 然后再重新保存成文件 所以我们来尝试一下 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参数 它这里面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可能会很有用 我们就可以检测我们想要的Chromosome就好了 是吧 这样的话可能就不读取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刚才想读取的 我刚才是不是把另外一个给关了 我们的昂射体是以什么开口呢 在这里可以看到 Head一下看看 是这个是吧 我们就看这个L 你发现那个L前面是没有CHR了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有可能你一报错 单格一两天就在这里 你加了一个CHR别没有加 因为这个不同的单位不一样 所以你前面不要加CHR 我现在来试一下 其实我们不应该选这个L这个昂射体了 我们应该选这个CHRM的 因为对或者XY 这样的昂射体就算得很快 这个L可能得算半天 你们应该知道昂射体的排序 是跟它长度有关的是吧 就跟人类的一二三 一直往后面走 长度越来越短 这个时候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给这个DM6的时候 它到底有没有使用DM6这个参数 你们怎么样判断 它有没有使用这个参考金属注射文件呢 你就需要去看一下 你的那个 它出来的那个报表 如果它出来的报表 发现你的指标 就是你的PIX的指标 你的Rage落在你PIX里面 百分比是0.1% 那肯定是用错参考金属了 明白没有 因为你不可能在IGV里面看到 这个PIX上面明明是有Rage的 是吧 这个PIX上面明明是有Rage 就算这个东西再少 也不可能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是吧 至少有个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就这样的区域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都是落在Promoter上面 看到没有 在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再读一读这个文档 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 它已经放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报表吧 我们把这个报表打开看一下 这第一个是一个简单的检测 第二个QC Report 就是生成一个报表 报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HTML文档 在我们的STOP6里面 它生成一个报表 看到没有 这个报表的话通常会有一个 对就这个样子 它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 Rage R1那个R包出来的报表 它的报表可以进行这种 加号减号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一些JS插件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表 是不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有多少个样本 16个样本是吧 我们而且只检测了它的 二号研设体是吧 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的RIP 就是RIP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指标 最高的有25% 52看到没有 那说明我们这个参考金融组 用的是对的了 52%的PIX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基本上可以说 你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PIX里面才有Rage 在其他地方都是空白了 都干净了 这个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我们来载入它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这么高 这什么东西啊 PHWT2是吧 我们6一个设计 然后载入 我们是在Single里面是吧 我们要载入PHWT2 PH不是PHO是吧 我们载入它的RowBum 再载入它的PIX 这个看起来 你载入这个BUM能判断它是PIX吗 我们用肉眼可以看它 好像是个PIX是吧 但是通常是要用 这个结果来说事情 就是我们对它的GIFSEG 不都找了PIX吗 PHWT2 这个是吧 很明显这是一个PIX是吧 这就是软件给你的 它是一个PIX 这也是个PIX 你会发现这个 真的非常的干净是吧 就是你大部分的Rage 都在PIX上面 在其他地方都非常少 你看到没有 非常非常少 所以这个52%是这么算来的 现在能理解了吗 能看到吗 它数这里的有多少Rage 在数这里有多少Rage 在PIX里面的Rage 它不是总共有多少 比如说总共有300万吗 在PIX里面这个Rage 它有150万 当然不是这一个 是所有的PIX里面 加起来有150万 然后这些不在PIX里面 这些Rage又有150万 所以它就给你算出 这个52% 就这么简单 然后对大部分的来说 对input来说 input怎么会有呢 input就应该没有是吧 input是不会有PIX的 那你解决吗 理论上你的input比较干净的话 然后我们做RiSeq 它测序测的就是你这上面的外显值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是chipsick测序 所以它测的都是你的promoter 看到没有 这个基因的promoter 就如果它是promoter区域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转路方向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也是它是promoter区域 所以对这个数据来说 它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chipQC 这个指标 你就可以去汇报一下 你今天做的这个chip 是不是和情和你的了 好 我们先把这个暂停 chipQC大概就是这样用的 但是我们现在只看到一条览射题 明白吗 因为我们前面的参考章主的问题 谢谢 谢谢观看